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话中隐隐能够听到报警人的呼吸声 一分钟后 电话断了线 民警只能将其作为无效警情进行登记记录 就在接警员放下电话的同时 汪远县城的一处居民楼里 一个名叫叶晓琳的女子却拿起了电话 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 她一直心神不宁 因为她的丈夫黄桂平失联了 她很晚都没有回来 然后我打了很多个电话她也没有接 丈夫黄桂平失哨官是一个企业家 两人结婚十多年了 她从来没有不接电话的情况 八月十二号一早 黄桂平还是没有回来 叶晓琳意识到事情有些反常 她立刻赶往丈夫干活的工地 然而一推开工地外的铁门 叶晓琳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推开门就看到她爬到地上 然后满身都是血 接到叶晓琳的报警电话后 指挥中心立刻通知了 现场附近的龙仙派出所 前往调查 然而到达现场后 民警发现 事情远比想象中的更加严重 除了俯卧在血泊中的男性死者以外 顺着血迹的方向 在宫棚内的沙发上 民警还发现了另外一名女性死者 现场有很多血 帮帮房间还有门口这些 地面上都是大坛大坛的血 事态严重 翁原县公安局新政大队 立刻赶出案发现场 我参加公安几十年来说 一下两条尸体的 像这种恶性案件相对是比较少的 当时我一听到 我的脑袋上的蒙了 案发现场是一处临时搭建的建议工棚 位于翁原县一处购物广场旁边 近临一片开阔的农田 平时里除了在工地干活的工人以外 很少有人会到这里来 很快警方确认了两名死者的身份 男性死者就是报案人叶晓琳的丈夫 黄桂平 女性死者是黄桂平的生意伙伴徐峰 经过初步的尸体检验 法医判明了死因 除了两名死者脖子上相似的致命伤以外 在男性死者的脸上和身上 法医还发现了多处锐气伤 法医推测 这很有可能是黄桂平在抵抗时造成的 屋里面有比较明显的打度很近 杯子还有那些烧水的东西 很多都在地上 屋内和屋外的地面上 布满了杂乱的血迹和足迹 凌乱的现场 印证着死者和凶手之间的搏斗 技术人员发现 两名死者的脚上都没有穿鞋 两人的鞋子摆放在沙发旁边 当时可能根本就没穿鞋 因为鞋上面都没沾到血迹 可能是男的跟女的 在房间里面聊天的时候 可能鞋本来就没穿鞋 放到旁边了 女的也是一样的 如此凌乱的现场环境 对勘察人员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技术人员对屋内和屋外的足迹 全部进行了提取 力求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现场遗留的赤足足迹 都是男性死者黄桂平留下的 而根据地面上留下的足迹分析 男性死者在受伤后 曾试图追赶凶手 分析那个女的受伤之后 基本上语言位置就没怎么动 那个男死者就是从房间里面走出来 然后就到了走廊的时候 那血迹有中断 然后就是在走廊上面死亡的 在男性死者腹卧的地方不远处 技术人员还发现了一把 沾满血迹的水果刀 民警推测 这岂有可能是凶手 遗留在现场的凶器 然而初步的事件后 法医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这个伤痕 我们当时在现场也是发现 它是骨头都割断了 不像我们平时看到的刺创 就是像砍击 因为通常水果刀 是不会形成砍击这样的伤口的 根据死者脖子上伤口的情况 法医推测 凶手作案室所使用的 应该是类似于菜刀一类 更大的刀具 而这把水果刀 有可能是受害人抵抗时使用的 它比较单薄 刀刃也比较大 那伤口的长度远远超过 那个刀刃的长度 通过初步的现场探查 除了一枚可疑的足迹 和这把水果刀以外 警方并没有太多的收获 嫌疑人如何能将两个成年人杀害 这对男女在宫棚里做什么 他们死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沉默的报警电话 一刀毙命的男女 凌乱的案发现场 真相扑朔迷离 丈夫蹊跷的举动 监控中模糊的身影 究竟谁才是真凶 黑白70秒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5年8月12日 烧冠市翁原县的一处工地上 发生了一起双十命案 嫌疑人用同样的手法 使两名死者一刀毙命 这让在场的办案人员 感到不寒而立 凶手究竟为何要将两人 阵于死地 因为当时我们看到 现场他们两个死者的手机还在 还有呢就那个女的 那个挂着的包也在现场 工棚门床完好 工地铁门上的锁 也没有发现被撬开的痕迹 房间内除了打斗造成的凌乱以外 并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 所以当时呢 清裁这方面不是我们首先考虑 根据法医的推测 被害人的死亡时间 是在前一天晚上 一男一女 双双死在同一个屋檐下 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自然的联想 种种流言蜚语 开始在汪源县城流传开来 大家就有说 是秦沙娃 或者是仇沙娃 或者是顾雄 旁边就有大多人在里 议论纷纷的 通过了解 黄桂平和徐峰两人合作生意 已经七八年的时间了 关系一直十分密切 两人之间也传出过一些非凡 一男一女 一个晚上都待在那房间里 会不会是一位感情方面的 情侠方面的 警方对两名死者 各自的夫妻关系 展开排查 黄桂平和妻子叶晓琳 结婚十多年 关系一直十分和睦 根据叶晓琳的说法 案发当天 她一直与黄桂平的妹妹在一起 直到第二天早上 发现了丈夫的尸体后 才报了警 当时来说 重点还不是在他那里 因为是他发现报警 另一名被害人徐峰的丈夫 名叫丁立民 根据调查 警方发现 丁立民在与徐峰结婚前 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在案发后辨认尸体的过程中 丁立民的一些反常举动 更加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根据派出所民警的回忆 当时丁立民摊倒在地时 并没有进入屋内 也没有见到死者 更不能确定 死者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妻子徐峰 莫非他对于妻子被害的事 早已知情 正常言的说 起码要先确认一下 是不是自己的妻子先 我们就怀疑他适配的作作 所以我们开始是把他的 徐某的丈夫 作为一个重点调查对象 进行摸牌 然而 在对丁立民案发前后的活动轨迹 进行摸牌梳理后 警方并没有发现任何的疑点 丁立民在11号案发当天去到过的每一个地方 都有人能够为其证实 一起吃饭的人 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喝茶的那些朋友 然后去找到他前妻 最后就唱三个那些朋友 这些我们都一一喝茶 结果发现他讲的都只需四十 虽然丁立民本人并不具备作案时间 但是他的嫌疑仍然无法排除 有的侦察员提出了顾凶杀人的可能性 也有人提出 可能是死者在生意上与人结构 招来横阔 然而眼下种种猜测 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 随着现场勘察的逐步深入 更多的线索浮出水面 在女死者的手机通话记录里 民警有了新的发现 在案发当晚 指挥中心那个无声的报警电话 正是徐峰打来的 然而在整个通话过程中 徐峰都没有开口说话 就听到他直接拨通以后 打通以后呢 没有办法发出声音 那所以我们当时就推测 是不是这个就刚好 就是他受伤 受伤已经发不出声音了 徐峰到警的时间是十点零八分 此时他已掩瘾一息 嫌疑人的作案时间就在这之前 根据这个时间点 警方对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探头 展开了调查 我们就是在附近 一百米左右的地方 发现一个探头 刚好这探头 是正常运行 由于案发时是夜间 监控影像十分模糊 探头距离案发现场又比较远 在反复观看了 十点零八分前后的监控画面后 侦察员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警方将监控画面的时间点继续向前推移 在九点三十分左右的监控画面中 一个可疑的人影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走路很慢 那种样子 因为她是一个人 也不是跟别人聊天 她是慢悠悠的这样走来走去 现在是九点多吗 九点半二三十一分 她这个说女被害人先往这边走 就是到这个案发出现场 这个是嫌疑对象 你看 就是现在她是刚才她是往这边走 现在她是往这边走 就跟在这个女被害人的后面 这个人跟刚才那个方向过来的 那个男子是同一个人 你看 这个就是男被害人 画面显示 九点三十二分 三人向案发现场的工棚走去 随后消失在阴影里 侦察员立刻调阅了 位于工地另一侧的监控画面 两边是封死 那边没有发现那个人 往那边方向走 我们这边看到 也是稍微比较模糊 看到他在那里徘徊 九点三十三分 画面上漆黑一片的工棚 突然亮起了两块白光 通过与白天的监控画面进行比对 侦察员发现 这两处白光 是灯光从第二间房子的门窗 透出来造成的 灯被点亮 意味着两名被害人 已经进入了房间 因为男被害人是 工棚的那个老板 所以他那女被害人 等到男被害人 到来工棚之后 才有钥匙进入工棚 于是警方再次对案发时间点 10点07分到10点09分之间的监控画面 进行了反复仔细的研判 侦察员认为 如果画面中 徘徊尾随被害人的男子 就是本案的嫌疑人 那么一定能够捕捉到 他进入案发现场的踪迹 举重离奇的丈夫 徘徊尾随的男子 错综的线索背后 真相无从寻找 黑与白的微妙转变 胖和瘦的巨大反差 短暂的70秒内 究竟是谁酿成惨剧 黑白70秒 天王栏目正在播出 监控录像中 10点08分的报警时间前后 一个转瞬即逝的细节 被敏锐的侦察员捕捉到 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移动了 对不对 你注意关他这门里面 进去了 黑影进去了 要很细心 大家看得到 等下你看这门关起来 他因为一进去 没有移会 没有移会 就发生打斗 你看 门关起来了 没有灯光了吗 这门关起来了 现在肯定是 在里面发生打斗 而这个开门的人 应该是那名 在现场附近徘徊的 可疑男子 这个发现 也印证了警方先前的猜测 这名男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我们判断他进入了小铁门 假如他人影 没有进去案发现场 我们也不管断定 他自个人做了案 10点09分27秒 白光再次变黑 这表明 嫌疑人离开了房间 从画面的阴影中 侦察员隐约看到一个 快速移动的身影 进入了工地旁边的农田 迅速逃离现场 从视频可以看得到 他是整个人 有点跳下去 这样跑跑走 所以我们当时就 比较肯定 这个人肯定有做案嫌疑 从嫌疑人进入案发现场 到离开 画面中 两次黑白光影变化之间 仅仅间隔了 不到70秒的时间 而根据现场勘察的情况 凶手和死者之间 发生过激烈的打斗 在短短的70秒内 杀死两个有所防备的人 凶手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遗留在现场的 那把短小的水果刀 到底是不是嫌疑人 所使用的作案凶器呢 后来通过详细的尸体解剖 然后发现其实它 并不是表面看得像砍疾一样 其实它是一种刺切创 那么用那把水果刀 是可以形成这样的伤口的 但是就需要使用 非常非常大的力气 然后动作要非常地迅速 才可以形成 凭借伤口的形状和深度 法医对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进行了初步的刻画 对一段这个凶手就是力气比较强壮 可能平时会从事一些体力劳动 或者说是平时有去健身的一个人 但是让警方感到困惑的是 监控画面中出现的这名可疑男子 与法医所刻画的嫌疑人 特征似乎并不符合 从那个视频看 他那个身材 还是稍微比较瘦 这身心的人 能否在一分钟之内 把这两个身材不胜 瘦小的被害人杀掉 当时大家也是有这个怀疑 水果刀前后都有血迹 通过提取检验 法医在刀尖的部位 发现了两名死者的DNA 而在刀柄上遗留的血迹中 法医还检验出了 另外一名男性的DNA 警方推测 这极有可能是嫌疑人留下的 那就证明这个嫌疑人 在搏斗的过程中 是受了伤的 外围的现场勘察 很快印证了法医的结论 根据监控录像 警方判明了 嫌疑人的逃跑路线 技术人员在地面上 发现了许多低落状的血迹 一直追踪到 过了这个农田 然后研究这个小路 定到一个村子 进入村子后不远 血迹便消失了 警方判断 这里可能是嫌疑人的藏身之处 民警立刻围绕村子 展开了走访排查 很快 一名摩托车司机 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根据司机回忆 案发当晚 他曾经搭载过 一名受伤的男子去医院 他还讲到一个细节 就是说 这个嫌疑人开始 是叫他去小诊所 结果因为是太晚了 接下来那小门诊 基本上都已经关门了 没有 所以他就没办法 就把这个男子送到去我们 县人民医院急诊科 在汪源县人民医院的挂号记录中 民警发现 在案发当晚11点多钟 一个名叫何彬的男子 在医院急诊科包扎了伤口 根据主治医生的回忆 这名男子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有刀伤 腿部也有磕碰的痕迹 那男子就是说是在钢筋厂 被钢筋弄伤了 他医生他的志愿考虑没说 他心里也知道也怀疑 因为他跟我们反映的情况就是 他那伤不像是钢筋弄伤 因为那个伤明显是刀伤 显然何彬对医生撒了谎 那么何彬究竟是不是警方寻找的犯罪嫌疑人呢 警方立刻调取了医院各处的监控录像 寻找何彬的身影 通过辨认 在医院内外的两处监控画面中 警方很快捕捉到了何彬的身影 你看从这个方向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从你看到这两个情况以后呢 我们又懵了 你看他的脚传着纱布 手也是绑着纱布的 说明已经是因为受伤了 通过仔细地研判比对 警方发现 在案发现场附近提取到的监控中 近处案发现场的男子身材比较瘦小 而在医院两处监控画面中 这个名叫何彬的男子 明显要壮士得多 特别是在医院里包扎的那个视频 都看得很清晰 应该就比较强壮 身材比较魁梧的那个男子 所以这样我们就不敢断定 这两个就同意了 进出案发现场的男子 有唯一性 而在医院发现的男子 又符合法医的推断 通过监控画面比对 这两个人肯定不是一个人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案件侦破刚刚有了眉目 线索却再次中断 一把一落现场的水火刀 一个莫名撒谎的伤者 线索中断 黑白七十米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5年8月13日 面对线索再度中断的局面 专案组对案情进行了重新梳理 根据法医先前的推断 凶手应该是一名 体型比较壮士的男子 这与在案发当天 前往医院包扎伤口的河滨 体型刚好地渴 他那个身形比较结实 应该符合 就是作案的这种可能 起码从那个力量来说 是可能的 而通过案发现场的监控 进行反复研判 民警能够确认 在案发的时间段内 除了两名被害人以外 只有一个身材瘦小的男子 进出了案发现场 这个人究竟是不是合并 警方内部也出现了分歧 当时就是说大家意见不同意 但我看视频 我一开始 我就看他那个头部 头部发型 可能轮廓各方面 很像 我说应该是 但是我当时也不敢百分之百肯定 通过反复讨论 侦察员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会不会是由于夜晚光线和探头角度的问题 导致案发现场的监控画面发生了变形 为了印证这个假设 专案座决定 对案发现场监控当晚的情况进行重演 就叫了一个我们军材议员 跟那个县里面出现的那个受伤男子 身材相当的人 也是他选择在案发那个时间段 光线和时间相当的时候 去到那个县场 现在的摩椅走了一下 当这名体型较胖的民警 刚一出现在监控画面中 专案座的民警顿时恍然大悟 那一走的过程中 我们就发现 我们那么胖的人 在那一走就变得瘦了 通过反复实验比对 警方已经能够基本断定 进出案发现场的科医男子 应该就是在医院包在伤口的河冰 民警立刻对河冰展开调查 因为他提供了这个说 是在工地上弄伤的 我们又联想到案发现场 他逃跑的这个方向 那个村子旁边就是有一个工地 带着医院的监控截图 警方来到了案发现场附近的一处工地 通过辨认 工地的负责人告诉警方 河冰平日就住在附近的村子里 虽然跟着他打工已经七八年了 但是最近却突然辞职了 专案组立刻对河冰居住的出租屋 和附近的超市展开走访 在距离河冰住处不远的超市里 警方调取了河冰会员卡的消费记录 他就发现在案发前一个星期左右 就来过这个超市 购买了水果 还有一把这个水果刀 通过比对民警确认 河冰购买的水果刀 与案发现场提取到的水果刀 完全一样 然而就在此时 另一组民警却传来了让人失望的消息 河冰在案发当晚 就已经离开了出租屋 没有办法我们就叫到那个房东 就是屋主 把那个房门打开 打开的就在那个卫生间里面 找到了这个男子 换下的衣服 还有鞋子 全部都抛在一个卫生间的水桶里 经过比对 河冰鞋底的花纹 与现场遗留下的足迹完全吻合 至此 警方终于确认了 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就是河冰 2015年8月16日 案发后的第五天 经过四个昼夜的连续奋战 警方终于将逃往江西的 犯罪嫌疑人河冰 抓获彼案 通过DNA比对 侦察院确认 案发现场代谢的水果刀 正是河冰使用的 在铁一样的证据面前 河冰对自己的犯罪行为 供认不愧 当天晚上喝了点酒 可能有点冲动 他说看到一男一女 进到那个工地以后 他就怀疑他们 是不是有什么不正常的关系 想经济里面恐吓一下他们 让他们勒索一点钱财 在徘徊许久后 河冰锁定了目标 黄桂平的年龄较大 而徐峰又是女子 他本以为可以顺利得手 没想到却遭到了两人激烈的反抗 他一进到那个房间以后 他就问人家说你们什么关系 一恐吓人家的时候 那个男的就立马拿凳子来 打他 砸他 那个男的砸他的同时 还叫那个女的报警 剑女子拿起了手机 河冰顿时慌了神 瞬间的迟疑过后 他举起手中的刀 挥向了女被害人 慌乱之下 河冰仓皇逃跑 警方推测 被害人黄桂平 在被刺伤的情况下 还曾试图追赶凶手 但是最终因失血过多 躺倒在了宫棚外的固道上 那个女的呢 当时她只是割了一刀 可能也没有说 立马就断掉其他可能孩子 在短时间内 拨通了这个110的电话 无关的那些锅 她搁的现在受伤的地方 是那些脖子 可能已经也是发不出声音了 根据河冰的说法 她本没有想到 会走到如今这一步 只是一时冲动 才酿成了悲剧 但是实际上 她在短短不到70秒的时间里 残忍地杀害两人 还顺手带走了 黄桂平随身携带的手包 从一个普通人 变成了杀人凶手 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长江航道经线漂浮失快 法医事件发现疑点重重 逆流而上 沿江各地查找事源 天网会会 警方如何锁定真凶 逆流而上 天网暗幕近期播出